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李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在比哈西路前 密夺和海之间安营 对着巴黎喜芬靠近海边安营 法老必然说 以色列人在这地上绕迷了 况也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他要追赶他们 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 百姓逃跑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 对百姓就心意改变了 说 我们让以色列人去 不再服侍我们 这做的是什么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 带着军兵同去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 和埃及所有的车 每辆都有车兵长 耶和华是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 他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 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 马兵和军兵 在海边上靠近 比哈希勒对着巴黎喜分 在他们安宁的地方 追上来了 把老林进的时候 以色列人 局目看见埃及人赶来 就非常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里吗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 难道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搅扰我们 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彼此在旷野还好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 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定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定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仗 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不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了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 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 转到他们后边立柱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 一边发光 整夜两下都不能相见 摩西向海深站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却 水便分开 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做了强远 安心人追赶他们 把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 都跟着下到海中 到了黎明的时候 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难以行走 以致埃及人说 咱们从以色列人眼前逃跑吧 引耶和华 为他们恭喜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海深仗 叫水融合在埃及人和他们的车辆 马兵身上 博西就向海深仗 到了天一亮 海水仍旧复原 埃及人 避水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 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以色列人 却在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坐了墙游 当天 耶和华这样从埃及人手中 拯救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 都在海边上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和华 又信服他 和他的仆人 华西